大家好,这节目我们学习ES另外一个新特性 叫做Promise.All Settled 其实在ES6当中我们就详细讲过Promise这个用法 它的作用是对于这种异步的状态进行管理的 然后在Promise里面我们学过一个精彩方法 叫做Promise.All 它的作用是参数是一个数组 数组里面的每一个元素都是一个Promise约项 我们可以等到这个数组里面 所有的Promise约项都实行完成以后 我带想实行什么样的操作 我们就可以讲到使用Promise.All 那ES2.0又引用了一个叫做All Settled 其实这个单词就是叫做稳定的固定的 那我们看一看这两个方法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差别 我们通过代码给大家去讲解 我们还是先建一个文件 这应该是第七章的第四个代码 然后我们把7章4引入 我们先测试一下Promise.All到底如何使用 然后我们会发现Promise.All 其实会有一些缺陷 或者说有一些场景 它满足不了我们的需求 所以说才会有新的方法 对吧 我们想一想每一个新的方法的产生 是不是一定具有个问题 然后新的方法就是为了解决之前的某些问题 对吧 我们看一下 我们定一个Promise.All 它参数是不是一个数组 对吧 数组里面的每一个值是不是都是一个Promise 对象 对吧 大家看我直接这样写 我直接用经验方法去写 比如说直接点 比如说 然后呢 它参数我传递一个对象 OK 比如说 值200 然后呢 比如说还就用一个get的值 比如说大家看 123 OK 这样的话是不是Promise一个对象 对吧 参数呢是一个对象 里面有一个code的值 有一个数据的值 我用它呢 来代表我的一个 比如说 e-mail上就发送的一个请求 然后呢 请求换到数据 比如说 很多时候我们接口在封装的时候啊 都会对这种 如果能正常的 返回结果的 一般我们就用的这个 方法码 就200 然后呢 返回对象的数据 如果错误的呢 比如说复端错误 我们就可以返回一个500 等等啊 项目当中经常会这样实 这是第一个对象 大家看 我再定一个对象 比如说我 还有一个对象 然后呢 它就能指我 稍微改动一下 OK 也是200 然后就用了这个值 然后我们再会这一个 比如说 再有几个值吧 OK 我写写代目呢 这里面三个参数 就表示当前我在一个 e-mail里面 要发出的三个 一步请求 然后呢 这里面的结果 就表示三个一步请求 给我们返回的结果 大家就明白我的场景啊 那当这三个请求 都进行完成之后 它是不是会进入到 点赞 对吧 然后呢 如果有失败的呢 就会进入到 catch 然后呢 我们在Zen里面 打印出RES结果 并且我们打印出 表示当前 我们前面的请求 都是成功的 那如果失败呢 比如说我们就打印出 失败 然后呢 我们打印出这个 ER OK 就这样一个场景啊 大家看 这时候 我们这三个 是不是都是 resort状态的 promise对象 所以说都是成功的 对吧 所以说能够 打印出成功 相当于是进入到 Zen里面 我们看结果 结果是不是就是 每一个resort的返回值 组成了这样一个数字 对吧 这个在前面的事当中呢 我们其实都详细讲过 OK 但是 大家想一想 如果当前 我这三个请求 是不是就请求的是三个 不同接口 假设 其中有某一个请求 是请求失败的 比如说 我把第二个 做成promise reject 这时候是不是表示 请求失败 对吧 比如说当请求失败的时候 福气呢 给我们返回的扣的码 是500 表示当前是错误的 当然 这时候 这个值 可能也没有了 OK 这是个很常见场景啊 因为你三个请求的时候 很有可能 某一个的请求呢 对应的服务端 成为一些问题 它给我们返回一个失败 大家想一想 如果我们之前 是用promise.out做的 如果其中有一个是失败的 那么怎么办 他是不是认为 整个就都是失败的 所以大家看 就会引出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请求失败 那可能我其他请求成功的 这样的结果 我在这边也获取不到 对吧 那一个请求 导致我其他请求 也都失败 这种需求一定是不好的 对吧 那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比如说三个请求 你一个失败 两个成功 那失败的 你没有办法了 对吧 那两个成功的 是不是还应该正确的返回 对应的结果呀 对吧 这时候 这种场景 我们用promise.out 其实就处理不了 所以这时候 我们就需要一种机制 对于这种并发任务的处理 不管哪一个是成功的 或者说哪一个失败的 我们都能够得到对应的状态 这种是不是很好的 对吧 成功的我也能处理 失败呢 没有办法 对吧 大家看 这时候我把这个代码 我注视掉 然后呢 我直接把它复制一遍 同样代码 我直接把all 改成all settle 大家看 其他都不变 我们看看 ES 也就是这个新特性 能够跟promise.out 有什么样的差别 大家可以看 还是简直成功 对吧 是不是说明进入到那个阵 但是我们看一看 第37行的返回值 我展开以后 大家可以看 他们发现 跟刚才不一样 这时候 虽然还是三个对象 因为我的参数 是不是三个 旁边的对象 对吧 所以说就三个 但是每一个 是不是都对于一个status 这个单词 表示的是状态的意思 fulfilled 是表示成功的 rejected 是表示失败的 而这个fulfilled 是不是又表示成功的 所以大家看 虽然我三个并发请求 其中有一个失败的 但是 我是不是也能够顺利得到 这三个请求 每一个的promise的状态 到底是什么样的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 promise一共就三种状态 进行中 pending 然后成功 fulfilled 失败 对吧 那我们再展开 看一下后面的值 对于fulfilled成功的 大家看 这边是不是能够顺利得到 这个结果 对吧 这里面就是123 对吧 那对于这个失败呢 它对应参数 是比较做reason的 reason里面的结果 是不是也是我们 失败的时候 给你返回的 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呢 这个promise.all settled 是不是解决过 我们前面 promise.all 那样一个缺陷 它可以对于这种 多个任务 并发处理的时候 不管你其中 哪个成功 或者哪个失败 我都能够得到 每一个操作 所对应的相同的结果 然后呢 我自己 再进行相同的 业务处理 比如说我就想过滤出 当前这个status状态 是full fail的 成功的状态 失败的时候 我不想要 那怎么办 大家看 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这样 我把这个先注视掉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对于res 它是个数组吗 直接用filter 我们是不是可以过滤 对吧 这里面的每一项 比如说的item 然后呢 我们需要的谁 我们是不是需要 当它的item 下面的这样一个状态 status 如果这个状态 等于的是 full fail的 这时候 这个过滤出这个结果 是不是就是我们想要的 成功的结果 对吧 比如说我这边 得到一个 叫date吧 然后呢 我们输出这个date 当然代码在四场 这时候得到的 是不是都是我们成功的结果 然后我们是不是就可以 把成功的结果 正常的显示到 页面上去 那失败的地方呢 我们也没有办法 对不对 或者说失败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得到 那个状态 是rejected的状态 然后对于失败的地方呢 我们给用过一个提示 是不是也可以 对吧 这个呢 就是yes 对于promise 一个新的扩展 它扩展了一个 新的静态方法 叫做all settle 它的作用 就是用于解决 当我们使用all的时候 如果其中有多个并发 其中某一个并发 如果失败了 它整个都失败了 并起了这样的问题呢 所以说我们使用all settle 去处理这种并发任务的时候 不管哪个任务 是成功的 或者是失败的 它都会得到对应的状态 然后呢 通过我们自己的业务国际 对于成功的 或者失败的 进行相应的处理 这个呢 就是ES2020 对于promise 一个新的扩展方法 这个方法的项目当中 其实非常的实用 当然了 以后的项目当中 如果遇到这种并发操作的时候 毕竟记者呢 就根据场景 使用我们的all settle 这样一个新的方法 对于我们的这个银 goal 我们的钱 如何参考 最后¿ 都可以参考 都可以参考